第七十五回 各面控制不到 就好容易被人翻案 接着下来 自己在河南就很难站得住了 于是他就把心一环 一拍经堂目就说 大家宿正 本府自有分数 郭空 先头我已经讲过 善恶有报 只在今日 你们的罪行 既然已经审定 还是今天了断最好 等你们的事完了 我再翻转头来 处置几位师爷的事 人来 将这帮人犯拉出去 那些牙翼就不敢怠慢 吱声涌过来 将三十名死囚绑的绑 没力站起身的 就一边一个的起他们 其中有几个牙翼 就捧着一群亡命牌来 放上桌面 田文静就拿起大笔 饮满珠沙 在逐块亡命牌里打个踢 接着有几个牙翼 把黄命牌 就一支支插在犯人颈后边 再推出大堂 田文静 这样才松淡大气 兴奋地说 今天我田某不负皇上圣望 总算和开封百姓出一口气了 就算是西天佛祖 见到我帮他清理佛门败类 又哪有说不开心的呢 走 车胡两位大人 跟在下去监营呢 还有 知会巡捕房 将三位师爷分开安置 不准他们相互串弓 想弄虽田文静 胡其行和车鸣到这样的地步 也没什么作为 唯有跟着田文静出了衙门 在街外边 早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事关今天判的 是打了三年的官司大案 还要处缺三十个和尚师姑 真是稀罕之极 那话说田文静 穿过济涌的人群 来巡撫衙门那支大旗干下 站定 将国空静持拖来这边 咋 将其余的人贩 挨在铁杆前 咋 看见这个阵势 四围都安静了 人们等着那个不同尋常的时刻 也等着听秦府大人的分事 谁不知田文静 只是轻轻声说了两个字 行刑 这就是这两个字 哇 有如天崩地裂那样 引发了震撼人心的三声大炮 铁栏杆打开了 一对黑衣红带 手扯鬼头大刀的 势子手就走了出来 他们很快就走到犯人身后边 扯着这些死囚 好熟练的一个就兜了犯人 室弯的地方 趁着他们跪下那时 举起大刀就招劈下去 然后 撑了脚 将囚犯撑开 自己闪身一缩 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 干净利索 没有拖泥带水的 那这时再看地下呢 二十八个血淋淋的人头 滚到整地都是 此情此境 那些百姓从未看过 就算是做了不知几多任监斩官的胡奇行 也看得呆晒 他好佩服田文镜的胆量和凶狠 同时也真是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这么大胆 一下子就杀了二十八个人呢 田文镜就没空想这么多东西了 跟着又一声令下 将郭空和郑池这一对手贩 滴上柴山 本夫要亲自点火 送他们上西天 郭空和郑池 这两个人早就怕到脚子都远了 成一坨烂泥似的 四五个军事过去 夹手夹脚 才将这两个绑在一起的死囚 拖上柴堆里 田文镜就一声长笑 年代将军围定边疆 曾杀人十万 我田文镜为了河南省的百姓 又豈敢落后呢 说完他手举火把 立起蒲咒 大步走到柴山里 一手就扔了那只火把进去 哼声 柴山里早就垂满油了 即时就烈焰冲天 烧到啪哩啪啪啪 郭空和静池两个 身陷这一座人造的火焰山上 上天无路就入地无门 猛这么挣扎挣扎了几下 话这么快就发了一堆焦炭 田文镜一直 鸣鸣嘴笑 站着 眼看着烟烧火尽 人散长空 才滋滋油油 翻回去虎牙 开封府的大小官员 今天都先见识了这位 秦府大人的手段 个个心惊欲跳 手脚冰凉 一见田文镜走过来 全部都一声跪下 不敢担高头 田文镜照舊微微笑 起床 起床 干什么 我还有很多事要办的 于是 秦府大人就再次升堂 第一件事 他就问到胡奇幸 胡大人 你衙门的那些人 怎么处置好呢 这阵时的胡奇幸 还敢牙策吗 只能他规规矩 他这么回答 回府台 一切全憑忠诚裁决 不过 这件事既然牵连到 闭衙门 秘职是理应回避的 车明知道 田文镜今天 将事情都太绝了 一定会引起潮野轰动 他认得这件事 越搞越大就好了 正在一边 冷言冷语地说 胡大人 你不要忘记 还有府台衙门的三位师爷 同样跟这件案又相差 难道你想等忠诚 又要回避吗 田文镜怎么会不知道 车明的意思呢 但他诈傻扮胸 小笑 另转头对着那个 唯一没有受到贿的 师爷 不贵远就说了 不老夫子 看来就得你一个出污泥 而不掩了 千言不贵远就不方不忙地说了 忠诚大人 你说得不对 你说得不对 也看错了我 也发生了 你如果说把 一尘 不掩 天下之大 都怕 找不到这样的 师爷 啊 我这次没有给牵连入去的原因 只不过是遵从祖愤意 我们家里代代都有人做师爷 就是全靠祖传的四字秘诀 三吾食客 才没有出过事 田文静一听就很恶然 请问何谓三吾食客 谋益案吾食客 人命案吾食客 离山骨肉案亦吾食客 在这三种案内伸手撈钱 不只容易败路 亦容易被人尋仇 兼且掩着良心莫害子孙 师爷是在官场运的 要食就只能够食官场 我不是不要钱 只是不要那种不明不白的钱 我从那些官员里得到的不义之财里头 盘磨一份出来 就不会出事了 就算是事发 有当官的在前边顶住 最不幸的 都不过是承包袱走人 故此 你田大人虽然封骨好硬 只我还是太言自弱 姚志和吴凤国刚才托人大话给我 他们全部认罪 我觉得他们不是说没有本事 而是不懂规矩 才撞了板 田文静今天本来是下了狠心 不管这件事牵连到哪个 他一个都不会放过 刚才角空揭发出几位师爷的时候 他真的想将凡事的师爷当堂处死 然后再狠狠地治下以施衙门的人 乘机抛低胡奇幸 压伏车鸣 这样他自己就可以扬威中原 一举成为雍朝的中流底柱 不过现在不振怨的说话就打动了他 他田文静又运迹官场大半生的人 里头的情景污逐到哪种程度 他哪有说不清楚 百姓说得好了 衙门八字开 有理无前就莫尊来 就敢打官司 有哪个衙门不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看来想要所有的官员 各个清如水明如镜 是一厢情愿 水中撩月 于是他反复想了一大牌 只心事沉重地说 唉 跟我的那几位师爷 原本都是想办好潮流氏这件案的 知道收尾就一个个转转弯 从一定要严办变成要求换办 我还以为他们是为我着想 谁知道这里原来有这么多警棍 在旁边的车名就笑着说 忠诚大人不知了 主张严办的时候 是为了抬高价码 向人家要钱 钱要够了 又要换办 不老夫子 我说得对不对 师爷不振远就微微笑 没有回答到 面对这种情景 不到田文的不改变初衷 他看下车名和胡奇行就说 两位大人 热丝衙衡的人 无奉献命善至弄权 献年有不可告人的私情 我这里的姚哲 吾奉各张云情地三个师爷 他们借安柔从中如利 也实在可恶 不过我原来就说过 官场的事 不要做得太过犯 得放手时 且放手 对他们不要重处了 人来 再去 将本牙三名恶棍 同意师范纪人员 压下去 往是对先处决犯人的铁栏杆道 大家示众三日 吾奉各等人的罪行超注 追账之后 续回原职 咳 那帮牙翼答应一声 就分头去带人返 田文镜就对不振远说 不老夫子 我有一言奉告 以前的事 无论你说得是不是实情 我都不再追究 你的年金 从即日起 增加到三千 我明人不说暗话 乌师爷对我有恩 你不能跟他比 但是从今之后 非以之财 你一文都不要拿 我一心要做个好官 你要承传我 你做得到的 我们就长远相处 不是的话 请你另投明主 我转不难你 车铭和胡奇行 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田文镜已经拿起了茶杯 还站起身 好吧 逐客令一落 他们不走都要走了 本来这件轰动朝野 又奉了朱批御子办理的案件 一有了结果 就应该拒接向皇上咒名 但是上书房的丞相张庭玉 先看了车铭和胡奇行 两个的咒接 他们两个在咒接上 都讲了自己的个失罪 又请求朝廷给予处分 但他们又二口同声地告状 揭发田文镜怎样尊横拔护 欺压同了 说现在河南省有头有面的人 听说田忠诚要实行官身一体立粮 个个都很不安装 又说河南的百姓 谭田色变纷纷变卖庄园 要弃龙南下惊伤 还说河南官员不怕朝廷之法 而当田某是蛇蟹 都有退官归隐之志 这两篇咒接写得洋洋洒洒洒 临沥尽之 也将田文镜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凶神恶杀 张廷有个有分数的 他没有急于报告皇上 而是将两份咒接全部押在自己手上 他想等下 看看田文镜自己是怎样说这件事的 怎不知不知是什么原因 田文镜的咒接 直到六月下旬才来到京城 兼且田文镜在这封咒接上 连篇类罪的只是说件案 没有谈其他事 至于官身一体立粮 官场对潮流示一案的看法等等 竟连一只字都没有提到 张廷屋想来想去 觉得这件事自己不方便作主 就整理好案情的经过 又附上三个人的咒接元件 一起带入大内请见皇上 侍卫张五哥今天当席 见到张廷屋进来 联盟迎上来 张廷屋就问 皇上用个祖善味 还在批阅咒章 回中堂 方先生由畅春园过来 他说十三爷的身体好了很多 皇上听起来很开心 跟方先生聊天 另外还有个官员在谈事 皇上就好像挺生气的 哦,对了 涂里心刚才从奉天回来 又在里面了 张廷屋知道 涂里心专门帮皇上料理 宗室内务的事 他跟奉天回来 一定是见过十七爷 尹礼和十四爷尹礼 张廷屋就不想 插着脚到皇上 和兄弟之间的事里 事实里面的公仇 私怨是人都说不清的 他说 啊 反正里头有这么多人 那我就不进去住了 好在我又没什么重要事 等皇上见完人了 你派太监去尚书房 支援我一声 谁知他们在外边 说话已经被皇上听见 在里头就叫出来 是不是廷屋 进来说 张廷屋就入到大殿 一眼看见皇上 和方先生坐在里头 涂里心就站在下边 还有个官员跪在地上 挨着省 张廷屋知道 这个人叫做黄立本 现任台湾知府 是上几日才进京述职的 张廷屋扣完安之后 就对皇上说了 听说十三爷身子好了很多 皇上开心 神也好欢喜 雍正皇上就说了 有开心的事 就有心恶的事 比如你现在见到的这个人 他就想趁着朕高兴 来为他母亲请求征表 哪有这么着手 朕会将国家典礼随便赏给人的吗 当初委任你做台湾知府的时候 朕说得明了 你能够使得台湾粮食二级 朕就封赏你母亲 那你做到没有 跪在地下的黄立本就说了 回皇上 神并非武功请赏 福建凡夫道 今年没有拨过一两粮食给我们 那不是有案可查的 是吗 你以为你好聪明 朕是不会知道事情真相的 朕要的是真正的智级有余 而绝不会只是听你一面之词的 朕问你 海禁已经封了 你居然敢私自用大陆的药材 去和鸿毛国做交易 赚到钱了 再从江州买粮食运回台湾 有没有这样的事啊 雍正一问 黄立本就无言可对 接着雍正又说了 朕曾经对你寄于 厚望 亦相信你能够在台湾替朕分担忧患 朕怎么都猜不到 你会捏造假正职来哄朕 你这样做 是沽名钓鱼 是标榜偽效 知不知道 你用这样的心墙 帮朕做事 迟早有一天会出事的 那说不定还会牵连你母亲 不过 你治理台湾还是有功劳的 所以朕就不处分你了 你下去好好地想想吧 黄立本小没估到 台湾地处边域 远离京城 皇上又怎会知道这么清楚呢 他不敢和自己辩解了 是是是是 奴才明白 奴才不敢再说假话了 嗯 你这次回去 要将劝龙狠方当作要务 贸易维持 你围观清廉 兼且治理台湾确有成绩 台湾的税收每年都有所增加 所以福建秦府请求为你加两级 朕也准了 朕这样做 就要使你明白 你对的 朕不没你的功 你如果说假话来骗朕 朕也绝不会 宽容千咒 走了 张庭玉看着黄立本出了去 先将河南三司的表彰呈了上去 雍正对田文静在河南的做法是怎么看的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